腾讯体育8月5月是中超连赛第16轮,华夏幸福主场被千金泰达逆转,主教练科尔曼表示,输掉本场比赛真的不应该,来到中超取得三平二负的战绩,科尔曼表示没有下课压力, 赛后,科尔曼表示,我对球队下半场表现非常失望,最近都无场比赛,我们都无法取得胜利,结果令人失望,这一场和国安的比赛很艰难,包括任航和高准艺业无法登场,加上外人受伤,这些因此都影响了阵容的完整,上半场提完,我们感觉能赢,但下半场比赛进展不太顺利,输掉了本场比赛 真的不应该,相反,对手在下半场发挥的比我们好,他们配得上这场胜利,记者,比赛结束,主教练立马回到工医室,把工作正丢在地上,是什么原因? 科尔曼,因为我对结果很失望,也很遗憾,我从英国来中超之前知道这份工作不容易,我想做好自己的工作,也想赢球,比赛的结果有点遗憾,所以我就没有控制住情绪,做出了这样的举动。 记者,世界背后,河北华夏幸福是中超唯一没有取胜的球队,这是什么原因? 科尔曼,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,没有一支球队是完美的,现在是要团结在一起,一起赢得比赛胜利,我们是要努力训练,认真比赛,把该做的事做好。 今天比赛的下半场,我们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,我们起步很慢,在世界背之后,大家也想,赢下一场比赛,可能前三轮比赛接近胜利,可惜都没有赢下,现在我们需要做好自己,比赛已经过去了,我们需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,也要相信,自强者才能签住。 记者,三拼二负,现在你有没有下课的压力? 科尔曼,我没有下课的压力,只叫一支球队是我的工作,也是我的兴趣,我手下有很好的球员,我现在只想做好我自己的工作,教练的工作经常面临下课的危机,但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压力,我们一直担心如何把我们的队打造提高成更好的球队,打好每一场比赛。 记者,想对球迷说什么? 科尔曼,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,他们都是很好的球迷,没有球迷希望球队输球,他们也希望球队能够赢,我们下半场确实踢得不太好,我们输球了,他们不满意是很正常的,全世界当里的球迷都一样。 记者,综合前无常表现,您认为球队面临最大的瓶颈是什么? 科尔曼,我觉得有两个问题,第一个是我们球队,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,球队成绩不理想,是因为我们把球队想得太优秀,现在要面对现实。 第二个是球员需要提高决策能力,这几轮比赛已经犯了几次类似的错误,需要我们球员去更冷静的面对这种情况。 上一场和国安的比赛,我们丢了很多球,今天的比赛,也丢了两球,丢球过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,在决策上有失误。 记者,你认为第一场胜利什么时候,可以到来? 科尔曼,当然我也希望胜利能来得越早越好,因为胜利来得越晚,压力越大,无法赢球,让球员们的自信心越下降了。 我们需要胜利去提高自信,球员们需要这种自信心,也有可能因为球队和新球员连伤缺症,所以胜利来得会有些晚非安的免责声明。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